洛杉磯同城內戰 快艇和胡仁賽季 第一次交手 剛完成重磅交易的 男主角 James Harden 還不能出賽 而快艇雙子新 Koi Leonard 和Paul George 則是正常先發 說到可愛 低潔狀態超好 三分一直出手 一直爽 單潔命中四季外線長射 砍下十八分 寫下生涯 第一潔得分新高 同時幫助快艇首潔橫掃三十七分 提早建立十三分領先優勢 第二潔 輪到Russell Westbrook 表現 全場得二十四分十一籃板 當中 十一分集中在第二節 讓快艇最多領先到了十九分 胡仁方面 上半場只能仰賴 LeBron James全力沾模式 撐起紫荊大軍得分火力 前兩節九投六中 獨拿十七分 讓比賽不至於完全被快艇甩開 半場比數六一比四八 仍有十三分差距 下半場 翼嵐再戰 胡仁一度改變策略 三節後段 同時換上 Jackson Hayes Christian Woods和Anthony Davis等三位 常人搭配的三長兩短陣容 收到絕佳效果 一波十五比四的反撲 單節回進三九比二十四比分 不但追上甚至一舉超前 之後雙方更在第四節 你來我往的情況下 以一百一十七比一百一七平手 殺入延長賽 不過OT開始 先是全場十六投十一中 轟下三十五分的Paul George 領到六範畢業證書 接下來 Austin Reeves和彰皇的空中作業快攻灌籃 讓胡仁士氣大震 最後九秒 Christian Wood二波灌籃 幫助胡仁鎖定勝利 勒布朗全場三十五分 十二籃板 七助攻 Kowei Leonard則是拿到三十八分六籃板 AD砍下二十七分十籃板 雙方可說是八仙過海 各顯神通 但最終由胡仁 一百三十比一百二十五 帶走勝利 相隔超過一千一百天 終於在落成內戰中擊敗快艇 終止對戰快艇十一連敗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PSocial